一樣谷三頭肌開始僵氣 這邊就是谷三頭肌從上面開始下來 那個谷俊老師說背部的肌肉都不用看嗎 嗯 喔好 真的被你們爽到 背部其實還蠻複雜的 好 我把這個膜給弄掉 好 因為呢 這樣你才比較容易看到 谷三頭肌的第一塊 好 這個 這個都是 比較結實的這個 肌外膜 好 第一塊呢 谷三頭肌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好第一塊 叫做前谷直肌 就這一片 有沒有看到這一片 好這一片 那你看它的邊界大概一直到這邊為止 大概到這裡 可以嗎 這樣薄薄的一片 好有沒有 你看它蓋在上面 這邊也一樣 好上面這一片 大概到這邊 好這個就是前谷直肌 好這個就是前谷直肌 把它的膜撕 撕乾淨 這樣比較容易看的出來 好有沒有看到這一片 好就這片 噢 被我撕破了 好 就這一片 有沒有大概到這裡 邊界大概到這邊 好 這一片 就是前骨直肌 前骨直肌 好 這個是剛剛我說的 肌外膜 好 把它撕掉 好 好 前骨直肌 然後這一片呢 這一片就是外骨 外骨 然後這一片呢 就是內骨 可以嗎 所以骨三頭肌就是在 上面 靠近身體的 上面 前骨直 外骨 內骨 好 就你的身體來講的話 這樣 這一片 蓋在上面這片是前骨直肌 然後外骨 內骨 外跟內怎麼分呢 背側就是叫外 副側就是叫內 可以嗎 背側 背側 好 Dorsal Ventral 所以這就是外 這就是內 好 這合稱骨三頭肌 前骨 外骨 內骨 可以 好 外骨的下面這一個 半膜肌 我們剛剛講完這一個 好 骨三頭這個 好 接下來 好 外骨 內骨講完囉 好 接下來呢 這個地方是膝蓋 好 所以就有這個膝腱 好 這邊是肌腱 然後呢 再來 下面這一個 這一個是半膜肌 好 這一個是半膜肌 好 這是外骨 這是半膜 外骨跟半膜中間呢 這個呢 會夾一條細細長長的 就是骨二頭肌 這一條 有看到 這條 好 有看到嗎 外骨 好 外骨 然後半膜 這一條就是骨二頭肌 可以吧 骨二頭肌 這邊也是一樣齁 好 它會夾在裡面 只露出一點點來 這一條就是骨二頭肌 可以 可以 好 這半膜 然後呢 再繞過來 副側這裡 這一塊就是剛剛講的內骨 有沒有 這一塊就是內骨喔 好 然後呢 這邊有一塊細長的 副側可以看到的 第一條 這一條細長 整個跨過來這一條 就是縫降肌 縫降肌 就是這樣 細長 這一片 這一片 我看到這一片 喔 這邊正好 欸 你們剪的很用力 還是我剪的 好 你們剪皮的時候 有點剪 把這一條剪破了 好 就這一條 好 細長型的 蓋在上面這條 就是縫降肌 縫降 可以嗎 好 縫降肌的下面 這邊露出一小塊 三角形 有沒有 三角形的區域 這一塊 就是內收大 內收大肌 好 那請各位同學 內收大肌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然後這個在下面呢 這一個 大股搏機 欸 螢幕 螢幕沒看到 要插記憶卡嗎 這個沒大家錄影機 可能要有同學用手機錄影一下 老師就好 好 這是內收大 好 然後下面這一個呢 就是 半腱肌 等一下 半腱肌應該是在裡面的 好 來 同學集中到電視機前面齁 這邊真的很不行喔 我們來開始介紹那個 今天拉肌肉的部分 那我們要從上課 張介的那個 證據來開始 沒關係 沒關係 不不不不 我們就跟著他 拿我們跟著他 從狗肌去看